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江苏省一星市的关林镇和高城镇地区是国内有名的电缆生产地之一 那里集中着300多家规模大小不等的电缆企业 2013年6月 一家电缆企业的负责人徐先生到一星市公安局报案说 他们被一个年轻人给骗了 很年轻 还乖 在菲律宾留学的 那个年轻人姓周 也是一星本地人 在江苏省大峰市有一家公司 徐先生说周某骗走了他们价值180多万元的电缆产品后 人就不见了 派人赶过去了 他的企业也找不着 那个 我们的电缆也看不见了 接到徐先生的报案后 一星市公安局立即对这个神秘的周某展开了调查 然而 很快民警们就发现 周某已经逃到了国外 徐先生报案之后 跟周某一起行骗的两个同案犯被警方拘捕 经过审查 民警们发现 就在2013年上半年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 周某他们就从一星的五家电缆企业 骗取了超过900万元的电缆产品 960多万 因为我们这个电缆 就是容易嚣张 价值比较大 因为里面都是铜 他一拿过去之后 他就是把这个铜可以做废铜销售 之后警方立即对周某实施了刑拘上网追逃 并对他的护照进行了监控 为了躲避抓捕 周某既不能回国 也不能逃往其他国家 只能待在菲律宾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逃往国外的 涉嫌900万元合同诈骗的嫌疑人 警方抓还是不抓呢 到底要怎么抓 这场猎人和狐狸之间的较量将会分出怎样的胜负呢 各位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潮东 猎狐行动是公安部的一个大动作 主要针对的是那些逃到海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 那今天呢 这只狐狸姓周 涉案金格高达900多万 而且事发之后他就逃到了海外菲律宾 那接下来就是紧张而周密的公安部的海外的抓捕行动 我们马上开始 涉嫌合同诈骗的周某逃往菲律宾之后 警方通过技术侦查发现 周某在菲律宾已经安了假 到了菲律宾立马就又找了一个老婆 而且在菲律宾也是有了住宿 有了房子 有了车子 又娶了一个老婆 她是肯定是不想回来的 周某在疑心有妻子和儿子 但逃到菲律宾之后 却跟当地的一个菲律宾国际的年轻女子结了婚 警方判断 周某主动回国投案自首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不去抓捕 她很有可能会逍遥法外 2014年7月22日 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系统 开展击捕再逃境外 经济犯罪人员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 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也立即启动了相关工作 总共我们无锡就是这一次行动期间 总共有再逃的经济逃犯是30个 这些逃犯呢 主要分布在10个国家和地区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 包括菲律宾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新加坡 香港 澳门地区 前到境外的经济逃犯呢 我们最不难的都很大 有的是逃了一个多年以后呢 一个信息 信息没有了 没信的信息 第二个呢 就是国家司法制度的差异 我们很难就是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所以我们对这一块呢 确实是花了很多功夫 无锡市公安局针对每一个在逃境外的经济犯罪人员 分别成立了专案组 通过与各国相关部门进行协作 进一步调查嫌疑人在国外的具体情况 逃往菲律宾的周某 也被疑心警方上报至无锡市公安局 列为猎狐行动的重点抓捕对象之一 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 2014年11月30日 专案组的民警们赶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准备缉拿躲藏在内里的周某 在实际这个人组成人员的时候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精心的挑选 中国警察到了菲律宾 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没有执法权的 我们所有的行动只能依托 当地的国家警察局和国家移民局来开展 各方面就是我们一些侦察手段 已经基本上就是知道了这个人 在菲律宾当地的一些生活 还有工作还有居住地的一些情况 他本人住的这个小区 在菲律宾当地来说是比较高档的一个住宅小区 里面都是别墅 独栋别墅这个样子 这个小区总共占地面积很大 一共有六个出入口 每个出入口呢 大概都有三四名保安 而且保安都是十枪核弹 一般没有业主允许 这个我们也很难进去 要想确定周某日常生活的情况 就必须进入他居住的小区内部进行侦察 为此专案组安排英语口语流利的民警王蕊 和另外一位民警谢钱化妆成夫妻 已来菲律宾所生意需要租房子的名义 联系上了一位业主 预好时间进去看房子 经过秘密侦察 民警们进一步掌握了周某的日常生活轨迹 然而考虑到小区进出不方便 出口太多 不容易围堵 有可能会打草惊涉的情况 民警们决定不在这里对周某实施抓捕 之后警方通过技术侦察发现 周某已在网上发布了一则房屋出租的信息 民警们认为这是一个隐奢出动的绝佳机会 因为他在菲律宾的华人论坛上发布了一个租房信息 那我们就让我们的一个年轻的女警官 跟一个男警官 以夫妻夫妇名义 要去租这个房子 把他约出来 见面 约一定地点见面 然后我们实施抓捕 有了这样的计划 根据周某在房屋出租信息里留下的QQ号码 民警跟周某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联系 网安支队的那个张警官 他就是一告人展单 他一从事网安工作 他就跟对方一聊 对方还一点警觉 对方就跟他聊上来 告诉了我们他的一个房屋的一个大概 具体大概位置 包括他的手机号码都给了我们 周某主动留下了电话号码 这等于是有了约见他的机会 为了尽量避免引起怀疑 专案组安排女民警王菲 给周某打句电话 试着约他出来见面 其实对他这个名字 就是心里面已经非常熟了 我就是打电话的期间 一直生怕 就是自己一不小心脱口而出 就喊了他的名字 就毁了这个计划 然后所以打电话的时候 还是很紧张的 然后当时几个 另外七个团友都坐在我旁边 电话按的免提 然后跟他交流的 就是我跟他说 我是来这边做生意的 跟丈夫两个人一起 想要租他的房子 然后问他什么时候有空 能够带我们去看看这个房子 电话中的周某 并没有怀疑王女的身份 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见面去看房子 然后他是直接 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说可以的 你们想什么时候看 然后当时我没有直接答应他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 如果说因为他出来见面的话 还要涉及到就是跟当地的部门配合 就他抓捕的事情 所以我就当时 吃话了一下说 那我跟我老公商量好 具体哪天见面 然后再提前联系你 跟菲律宾当地的移民局和警察局沟通好后 2014年12月11日 民警们决定 把与周某见面的日期 定在第二天 12月11日当晚 民警王蕊用手机给周某发去短信 提出想在第二天见面去看房子 然而周某却一直没有回短信 这让民警顿时紧张起来 担心周某起了疑心 第二天上午 王蕊再次拨通了周某的电话 上午十点左右的样子 然后又跟他打了电话 然后电话里面 他应该是在还在睡梦中 然后我就跟他就是客气了几句 然后意思是说 就是想能不能下午跟他见面 然后他同意了 他约我们在那个商业中心见面 然后跟我们说 那个商业中心附近 就是他家的小区 这样一起过去比较方便 然后我们就选择了 那个小区商业中心附近 有一家星巴克 就是他是那种户外的星巴克 然后选择了在那个地方跟他见面 然后我们当时约定的时间 是下午两点钟 商业区 星巴克咖啡厅 下午两点 周某果然答应了见面 民警们立刻开始制定 在咖啡厅里的抓捕计划 除了周某 他就是驾驶什么交通工具过来 他怎么来 是肯进来还是不肯进来 之外 还有一个情况不能排除的 就是他是不是他本人了 如果不是周某 我们就跟着他真的去看房子 民警们迅速与菲律宾移民局的工作人员会合 赶往那家星巴克咖啡厅 化妆成顾客 埋伏在周围 我们在玻璃里面坐着 然后我的身后坐着就是移民局的官员 对 然后我们外面一圈 还有我们就是行动组的其他成员 那么我跟移民局的两位同志呢 是坐在王蕊跟谢前同志的那个 离开大概有两米多路的一个另外一张座子上 当时我考虑这个力量的布置呢 也充分考虑到了他 不管从哪个门进入 我们都有力量 可以及时的看到他 并且有效的能控制他 然而到了约定好的时间 下午两点 周某却迟迟没有露面 民警们继续守在咖啡厅等待 迟到了一个小时之后 周某终于在咖啡厅门口出现了 实际上这个我们工作中每一位同志 都有这个周某的照片 实际上他在一百张 一千张照片当中 我们民警能够一眼把它认出来 实际上那个十几天已经滚瓜烂熟了 他的那张脸已经深深地印在 我们每一个民警的大脑里 那个星巴克的那个玻璃窗 是整个落地的 所以他从外面一走进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非常确定就是他了 然后他走进来以后 我就站起来跟他挥了挥手 他就知道是要跟我们见面 他进来第一句话说是 不好意思来晚了 很客气 我说不晚 来了就好 因为当时我这句话 我其实也是我们的 一个整个工作组的一个新生 因为我们在那已经待了十天 十一二天了 大家都很焦急 但是这个好饭也不怕晚 终于他来了 周某刚刚走进咖啡梯 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 民警忘了借口等雨停了再去看房子 趁机邀请周某先坐下来聊一聊 我们也设计了一个方案 就是说 问他就是说 你那个手机里面 有没有你想要住的房子 那种类似的照片 什么视频 我们先看看 这个以这种理由 把他手机签认识起来 我们防止他 通知他的同口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通过谢前 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 我就给坐在我身后的移民局的人 发了一条短信 然后告诉他们 这个人就确认是我们要抓的人 收到王蕊的确认短信后 坐在他们身后的 菲律宾移民局的工作人员 立刻走上前 一左一右坐在了周某的两侧 就是跟他用英语交流 就是告诉他 他们是移民局的人 然后要求他配合工作 然后这个时候周正杰表现得很无辜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看了看 我跟谢前两个人 你都在哪里 我没有说什么 你都在哪里 没有说 你把朋友 知道什么 没有 周某被当场抓获 带往菲律宾移民局 2014年12月23日 逃往菲律宾马尼拉 一年半时间的周某 被无邪警方击不挥国 那么周某究竟是如何进行诈骗 并潜逃到菲律宾的呢 这应该说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战斗 来介绍一下到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宋立洪老师 欢迎您 这位是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张春卫老师 欢迎 也欢迎大家呢 拿出手机随时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看到这个周某啊 虽然他是一只狡猾的狐狸 但是他毕竟是经济犯罪嫌疑人 他并不是那个穷凶极乐的汉匪 但是我们发现啊 我们的这些公安干警 在猎捕这只狐狸的时候 也是部署的非常的严密 一丝不苟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宋老师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境外追逃的问题 在境外追逃的时候 我们警方是没有执法权的 那么我们要根据当地的这种政治环境 法律制度 当地执法部门的办案程序 还有结合犯罪嫌疑人本身的一些情况 制定一些具体的一些吉普策略 那么本案中呢 我们看到他住在高档的小区 为了隐蔽自己的社州身份 另外呢 对外界非常这种警惕 所以说我们在 要想将其顺利的吉普规案 必须制定详细的终于的这种计划 顺利的抓不回 对 刚才您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国外的这个法律的冲突 这方面是不是我们在面临追逃海外的 那些经济犯罪嫌疑人的时候的难点的最大 是吗 对 就是是吧 但是即使是这样 陈伟你觉得为什么那些犯了经济罪的那些人呢 他在国外非法敛财 然后呢 还是想逃到国外 他认为国外是一个安全的市外桃源 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呀 事实上的话 我们看到的话呢 从2005年到2011年 那么就是国际上的一些就是货币组织 他们就估计的话呢 就是中国外逃的资金是2.8万亿 那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额度 当然这个额度的话呢 我觉得虽然数据会值得存益 但它起码说明外逃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有的人跑出去了不能够被抓回来 所有呢 别人就会觉得 诶 我是不是也可以跑 然后最初呢 人们会发现 有的人是去美国 去加拿大 然后去比较发达的一些地方 然后后来我们看到 逐渐也有一些人被引渡回国 然后于是有的人就想呢 那我就去偏僻一点的地方 有的呢 可能是去东南亚 有的可能是去这个非洲 然后呢 就想躲得更深一点的 对 那么但是不管怎样来说的话呢 虽远必诛 然后我觉得猎狐行动的核心是什么 只要是在经济领域当中的任何的一个犯罪 不管你是躲到哪一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把你神之以法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维护我们法律的尊严 对 那你觉得这个猎狐行动 它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呢 在这个当中 以前我们看到的猎狐更多的是什么 大家会觉得是反腐领域 就必须是大奸大恶大贪 在猎狐里面 这时候我们看到 小狐狸也是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在经济领域当中的犯罪 不管你是躲到哪里 现在世界是平的 但是我们的法律的这个网 也是能够拿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即使我们现在还会涉及到 比如说相应的一些 就是法律和法规的这种 大家的理念的不太统一 我们可能会涉及到 就是双方的沟通和交流 但是这张网的密切的融合程度 会使得我们的追逃越来越成熟 对 那宋老师您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海外追逃的这个方式 到底含哪些种类 从目前来说呢 主要分四类 第一个呢 就是引渡 就是跟相关国家签订引渡协议 我们才去引渡这种方式 但这种方式相对来说 时间比较长一些 其他三种方式 分别是这个非法移民的这种遣返 还有异地追诉 以及劝头 那么目前我们运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非法移民的遣返 因为本案中这个周某 就是我们把它护照 这种取消 监控一下 监控 这样来说 他就是当作非法移民 菲律宾将去遣返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个呢 就是劝头 就是劝逃到境外的犯罪先生 自愿回国 投案自首 这样的一个节省时间 也节省了这种成本 对 确实很多经济犯罪嫌疑人 他也禁不住劝 你别看在国内的时候 他风光一时 到那儿那日子不好过 是吧 很多人都是逃得非常的苍茫 资产没有来得及转移 到那儿又化妆又易容 然后生活也非常的拮据 所以一劝 很多人就回来了 而且是大大的尝出了一口气 我知道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这句话我们也要问周某 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 一步步的走向犯罪的道路的 在猎狐2014专项行动中 除了专案组直接前往国外 缉捕再逃经济犯罪人员之外 劝导他们主动投案自首 也是重要的办案手段 期间 无锡市公安局 重安分局就成功将一名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 总面值金额超过1400万元的外逃犯罪嫌疑人神某 从柬埔寨金边 规劝回国 投案自首 我们觉得他这个跟家里有可能会有联系 并且这个主要家庭成员都在国内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 首先是采取这种劝头的方式 那不管是从降低我们的司法成本 或者讲对归案逃犯的 他的政策的这个 从宽处理都是有利的 就是按照我们现行法律的规定 对于投案自首 并且如实供述自己犯罪行为的 那么肯定是要这个从宽处理 那么他本人回来以后 如果说在补税 或者说这个税收的补交上面 他能够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来补齐的话 实际上也是一个 对这件事情处置更圆满的一个地方 无论是规券还是抓捕 都要让逃到国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归案 节目前面说到的 从菲律宾抓捕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周某 已经以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公诉至法院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那么周某究竟用了怎样的手段 从那些电缆企业骗到九百多万元的产品呢 他如何迅速销赃牟利 又如何能够在事情败露之后迅速跑到了菲律宾呢 在宜兴市看守所我们见到了周某 周某是宜兴本地人 1984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是家中的独子 像许多被家长极度重视的孩子一样 周某有一个溺爱他的母亲和一个严厉的父亲 我爸他本身是做工程的嘛 靠自己勤劳双手跟普世的生活态度嘛 一点一点的这个 把家里面的生活条件也逐步逐步提升起来 他就是周某的父亲 在父亲一家电缆企业里做维修和图建工程 一个人打拼了二十多年 养活了全家人 在儿子逃到菲律宾之后 父亲甚至一直照顾着儿媳和孙子 周某从小学习成绩不好 小学毕业后 望子成龙的父亲花了不少钱 把他送进了当地一所寄宿制私立学校 读初中和高中 平时沟通也比较少 他也真正的他可能也 我的内心世界我也没有跟他去说太多 就像我家里面所有的人 他们都不知道我心里面到底是想的是什么 或者说呢 想的很多了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一个世界嘛 寄宿学校也没能让周某提高成绩 眼看高中连进毕业 父亲又托关系 把他送到了菲律宾去读本科 在菲律宾上了四年的工商管理课程后 2005年5月周某毕业归国 父亲托人 让他进入宜兴当地一家大型电缆企业 做了业务员 但他对父亲的安排并不满意 很快就辞了职 到外地跟朋友合伙 开网友公司去了 能常多多少少都有一个远的目标 一个大的目标跟一个小的目标 那为什么之前呢 因为我想的我年轻 在时间上面呢 多多少少容许我犯一些错误 犯一些错误及时回头了以后呢 及时调整 在这个环境 家庭条件当 好不能说多好 就是说还可以 那及时的调整 回头过来 改变一个心态 重新的去安安稳稳的生活 也是可以的 在父亲看来 周某太有野心了 这让父亲很是担心 2008年 父亲强行把儿子叫回家 安排他去相亲 没过多久 周某跟当地的一个年轻的 女公务员结了婚 结婚后 周某和妻子很快就有了孩子 然而妻子和儿子 并没能让周某收住心 结婚一年多后 周某抛下妻子 和不满周岁的儿子 再次离开了家 因为后来是因为一些生活 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 跟公司的一些事情 然后经常争吵 然后导致从后来 就是说感情就是说破裂了 从09年 年底差不多就很少在一起了 与妻子长期分居 周某对这个家庭的感情越来越淡漠 然而他心里想要赚钱发财的念头 却预测俱增 2013年1月 周某与在菲律宾一起念书的同学 合伙在江苏省大方市 注册了一家有色金属 再生有限公司 我是想做这个企业 但是没有那么多资金 我家里面也不可能有那么多资金 来提供个帮助 那么前期的启动资金 没有什么启动资金 那贷款也很难贷 像我也贷不到款 因为我明明下也没有什么实业 对不对了 那后来想想 因为我做了好多年电缆了 那电线电缆这里面有很多的胀期 求钱新气的周某盯上了 宜兴老家的那些电缆企业 周某知道 购买电缆只需要支付少量顶金 就可以让对方先把货发过来 支付尾款的期限又比较长 电缆里面有童心 周某想到 他可以先把电缆弄到手 再以沸通的价格迅速卖出去 那唯独呢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这种方法 我能够迅速地积累一部分的资金 把地啊这些东西 把钱凑到一块 把地厂房弄起来 然后再跟银行贷款 把这个钱再还给企业嘛 于是周某铤而走险 同另外两个合伙人一起 打着要购买电缆的旗号 到宜兴的几家电缆企业 钱单订货 可能付个二三十万余付款 然后呢 拿这个电缆 企业发货 可能是发个两百万 或者三百万的货 就是两百万的电缆 可能他 他卖给非同的 可能就是一百多万 就卖掉了 这样子 然后他不是赚到钱了吗 所谓的赚到钱了 赚到钱之后 然后再去骗第二家 然后骗第三家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周某他们跟宜兴的四家电缆企业签了合同 支付少量定金后 前期到手的电缆就被他以费通的价格迅速卖了出去 2013年4月 周某他们来到徐先生的电缆厂 提出要购买一百八十多万元的电缆 这两年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比较大 有单只可能是求胜兴计这种行李 规定的是百分之十五的预付款 货到以后复至百分之七十 安葬结束以后 三个月内复到九十五 余下的是百分之五 我们是合同签订支付一年的父亲 周某告诉徐老板 他全家都是宜兴本地人 家里很有钱 他本人是从菲律宾留学回来的 跟朋友一起开公司 在徐先生看来 这位小老乡年轻有为 态度诚恳 没有多加怀疑 徐先生就跟周某签订了一百八十多万元的合同 在周某支付了百分之十五的预付款后 徐先生很快就把一半的货发到了周某的公司 之后周某他们又想办法骗过徐先生的下属 让对方把其余的电缆全部发了过来 但徐先生却迟迟没有收到周某应支付的货款 感觉不太对劲的徐先生 赶紧带人到大峰去找周某邀请 派人赶过去了 赶过去了以后 发现我们的电缆 那个企业 他的企业也找不着 我们的电缆也看不见了 当时的第一感觉呢 就是已经被骗了 上当了 焦急又气愤的徐先生 立刻到宜兴市公安局报了案 得知事情已经败露的周某 迅速在2013年6月16日逃到了菲律宾 如今周某已经被抓捕归案 但他始终没能和家人见上一面 这个东西呢 我是比较狠 我和这个兴趣 把一样的发明 到时候来 阿安开手了 你看 你做的 这个不能承受也得承受 因为现在我也在 平时也就是 有自己跟自己在说嘛 那个现在30 10年或者13年以后 是自己 好好努力较大实力的做事情 有能力 头脑在不怕 到现在为止 周某什么都明白了 但是明白之后 很多事实际上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我们知道猎狐行动 是公安部在2014年首次提出的 那今年呢 继续延续 叫猎狐2015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宋老师 公安部的这次猎狐行动 都取得了哪些业绩呢 呃 猎狐2014呢 是国安部 为了适应国际上的 国内上的 这个 形势的需要 我们针对 逃到境外的 犯罪 经济犯罪嫌人 一项专项行动 那么这次专项行动呢 我们击鼓回来680名的犯罪嫌人 成果还是比较显重的 也体现出我们国家呢 开始重视国际追赃 追逃工作 那么也体现了公安机关 以此为打击逃到境外的 犯罪嫌人的一个重要指措 那么为了继续开展这项工作 猎狐2015已经开始 也是中央追逃办 天网行动 其中的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想 这种只要有带逃的 呃 境外犯罪 逃到境外的犯罪嫌人 我们的追逃工作 还会继续进行 嗯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啊 你看这个就拿周某来说 周某已经被抓获归案了 但是别忘了 他涉案金额是900万 据我们所知 现在只是追回了其中的九分之一 是吧 那为什么在追缴这些赃款的时候 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比例的出入呢 难在什么地方 呃 境外追赃呢 跟境外追逃 确实也都有一定的难度 尤其是境外追赃 这涉及到一个是资金 呃 转通过非法的途径 大部分是通过非法的途径 转移到境外 包括洗钱方式 转移到境外 那么我们得发现和识别 是转移到境外的这个非法资金比较难 第二个呢 对于这种在其他国家 一到其他国家的这种法律来认定 是否属于涉及资金 微法所得 确实这个认定方面 证据方面也比较难 嗯 再一个就是说 将这些资金 转移到再追回来 回到中国 嗯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 这个 这个步骤吧 嗯 所以呢 总体上来说呢 我们追赃 境外追赃 难度比较大 但是公安机关呢 也采取多种方式 嗯 也在探索新的途径 来打击这对方 对 通过本案呢 我也呃 看到了众网友的态度 多数都是拍手称坏的 是吧 那从外您给统结一下 嗯 这样的猎狐行动 对我们公众的意义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对于公众的意义 是在于 你像比说以前 赖昌新的这个外逃 他就会给很多人 带来一个示范意义 就以为这种逃脱的话呢 哎 就能够躲避制裁 虽然呢 他们在国外也不如人意 有好多人语言不通 有好多人是那个躲在地下室 甚至有很多人的话 在海外的话也被欺负 嗯 虽然过得很不堪 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呢 是不是可以躲避 那么这种侥幸呢 随着猎狐行动的开展 他们越来越知道 天往灰灰的问题 而且也意味着 中国的司法体系 和国外的司法体系 在对接犯罪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拥有了 越来越多的 国际的对话的一个能力 这一点才是能够 让我们更多的犯罪 能够制止在当下 而不是说 永远是在 四年之前 一则新闻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 当时就觉得 再不救他的话 他就要会被饿死了 或者冻死了 四年之后 突发变故 爱心陷入绝境 回去仅仅三天的时间 就整个就变了一个人 一边是骨肉亲情 一边是养育之恩 他们的未来 究竟在何方 天桥下的特殊家庭 热线时啊 明日播出